对,然后它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那些的 其实它是一个蛮好的食材 对啊,就是林兴如这个新专辑 兴如主义的这个主打歌,洋葱浓汤 我私下里刚才有问过你,你平时做不做菜? 我不做菜,而且我也不喜欢吃洋葱 看你的样子又蛮贤的样子 啊,看样子啦 对,看样子都是这样 嗯,可能因为样子啊 跟戏剧上面的那种形象啊什么的 看样子我这样说一句话嘛 你还记得18年前大名湖巴的夏宇和吗 我突然脑子就冒出来这句话 其实你生活当中就也不打做菜的 没什么机会做 因为一直就是工作啊拍戏都在外面住嘛 然后你住酒店啊你也不能做菜啊 你顶多就是只能买一个小的电饭包 然后你煮泡面或者是 或者是包一些汤来喝这样子 这样子啊 嗯,我就是喝汤汤的样子 工作啊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哎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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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新专辑心如主义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心如主义有很多方面 竟然是一种主义嘛,对不对 嗯,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好不好 嗯,嗯,嗯,嗯 我会随机说很多关于心如主义的什么什么 会是什么样的 OK 你要记性回答哈 好 第一个,心如主义的,好吃的是个什么概念 好吃啊,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并不一定要是很贵的东西 可能是很有特色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最好 最好吃的东西都是街边的小吃 啊,街边的小吃 就是臭豆腐还是什么 对啊,不管是台湾啊 或者是北京啊 还有四川啊 西安的那些小吃 不是都是很好吃的吗 没少吃吗 这样看出来 我对吃的研究还挺不少的 好,第二个哈 心如主义的好电影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好电影应该是能够 触动人心的 嗯 不管它是感动的 或者是它是喜剧搞笑的 或者是爱情的 它一定是能够 能够 touch到你心里面 在某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它就是一部好电影 啊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看电影 我太喜欢花脑筋去看 就是还要去想很多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看电影就是一个 消遣一个休闲娱乐 然后最好进去里面啊 就轻轻松松 输输输输两个小时出来这样 哎呀,这种感觉最好的 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我要做挺一点 你心目当中的好男日 是什么样的 啊 嗯 孝顺 孝顺 然后 然后很 有责任感 嗯 然后有 嗯 有担当 有担当 有自信 孝顺是第一位的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一个孝顺的人啊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他基本上他都不会是一个坏人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好 接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心如主意的美妙的爱情会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才算美妙的爱情 嗯 美妙的爱情啊 才是你永远会放在心里面 是的 这个 沙无棱天地和毕竟只是说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觉得我很讨厌 老乡说紫微的台词 好 再接下来 哎呀 这个问题我都不好意思问 嗯 心如主意的轻浮的人是什么样的 嗯 怎么样 你才能去觉得这个人好轻浮 我觉得就是那一种 如果从你跟一个人的讲话啊 对视当中 其实你可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那个人是眼睛乱瞟啊 嗯 然后讲话就是这样子东飘西飞飘 然后可能身体啊晃来晃去啊 又抖脚又干嘛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轻浮的人 你在说什么吧 我刚刚有抖脚啊 哦 我没看到 你没看到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心如主意认为的好音乐是什么样的呢 嗯 好音乐啊 其实每个人对于音乐的一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音乐是 是能够帮助你去排解心中的情绪 不管是开心的情绪或者是不开心的情绪 其实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抒发的管道 音乐也是一个很好跟人跟人之间交流的一个 一个桥梁吧 哦 原来心如主意的好音乐是这样的 那么在心如最新专辑心如主意当中也有很多你所觉得的那种好音乐 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会去回来和你分享心如的最新专辑 所以今天我要推荐我的好朋友徐若萱的他 因为他其实也还蛮久没有发片了嘛 他的上上一张精选机里面的一首歌叫好眼泪坏眼泪 我想大家应该还还蛮熟悉这首歌 虽然说他们也有作为主打 VVN就前个月刚刚来过 哦真的吗 那不是做新专辑的 是给世博会做一个宣传过的 刚刚有来过 哦 OK OK 特别亲切你觉得这直播 这首歌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深的感触呢 其实当然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她的歌词写得很好 就是还蛮有感触的 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 然后讲着女生 不管跟着男生在一起 可能会有笑有泪 但流下了眼泪呢 可能有开心的眼泪 或者是因为难过吵架流下眼泪 但是只是为你一个人而留 那我那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不是Vivian跟我推荐的 对是之前就是已经过世的女演员徐伟伦 然后对因为她走了之后呢 就媒体不断在报道她的一些事情嘛 然后就有说到她那时候到录音间去 在试唱的时候 对录demo的时候 就以这首歌当作demo 然后再录 然后就讲说他们 她唱的时候没有感触啊 然后就也是唱到流眼泪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好眼泪坏眼泪这首歌呢 才就是被大家比较熟悉 我觉得光听这个名字 就可以听出很多感触的东西在里面 女人是谁做的 有时候开心会流泪呢